请你朋友吃一份印度鸡肉卷 体会飞奔卫生间的感觉 这家鸡肉卷主打高档消费市场 成品看上去干净卫生 制作过程让人痛不一声 扛来一口大锅 报纸下面正是腌制两天半的鸡肉 掀开报纸 黄色的马沙拉鸡肉映入眼帘 散发出一个星期前的新鲜鸡肉气息 老板用右手对鸡肉进行按摩 给予其马沙拉以外的咸香 随后整齐摆放在锅盖上 每一块鸡肉都需要摸一手 手可以给鸡肉增香 鸡肉也可以给手增味 但大部分情况下都没有什么作用 只是好玩 取来一根旋转铁棍 将鸡肉一块一块往铁棍上穿进去 再把锅内的其他肉叠起 做成圣诞树模样 老板三十岁仍然单身 只能每天坐面前的鸡来姐们 让人看了都觉得同情 串好的鸡肉塔 有两位小哥扛出街边 架在灶台上 任由其晒晒太阳嬉戚伪迹 打开火炉 不断拨动旋转鸡肉塔 360度无死角的火烤鸡肉 烤至七分熟 表面屈黑 外酥里嫩 取出刀具窃下肉片 鸡肉片如树皮般脱落 而鸡肉塔展现出了鸡肉的白色 在印度 你不可能吃得到成型的饭菜 所以要将鸡肉斩碎 保持印度独有的特色 取出两张你朋友刚敷完的面皮 涂上调制炼乳 加入鸡肉碎 刮入之事 最后将其卷起就能售卖 在印度生活 这无疑是干净的美食选择 纤细的长条堆在地上 小哥装起一盆道路机器 变成更加细腻的粉红色掌壶 和所有大厨一样 今天的这几位小哥 也在致力于将看起来很美味的材料 做成不能吃的东西 一起来看看这些红色长须最后的结局 小店没有后厨 所有前期准备都在仓库中进行 小哥剪开芥花油 塑料边角直接飞入盆中 石油也是油 只是现在的形态不同 继续加入色素 将料汁搅拌均匀 光是制作配料 小哥的手中就沾满了鲜红的血色 他取出一只麻袋 撸下开口 还没看到里边 灰尘就飞到了外边 连印度蜜蜂都想不到 自己的工作会被人类抢走 这种白色颗粒由椰绒压榨制成 胶囊的外表 能给视觉带来要到人除的功效 将颗粒倒入盆中 加入半透明的凝胶 与色素料汁混合 一起倒入搅拌机中 压制成粉红色的长条 小哥手脚太慢 有一半直接掉在了地上 好在他打破思维 没有被传统工艺束缚 只要全部都堆在地上 就不会再有掉出去的困扰 经过一次挤压的成品 看起来有些消化不良 各种材料相互分离 此时就需要更换模具 换上更加细密的网片 进行二次 三次挤压 形成柔软绵密的龙须 才算真正融合均匀 为了保持香味纯正统一 无论哪次挤压 都会在同一个墙根储存 并由同一位小哥 穿同一双凉鞋进行制作 有人想起了前天的面条 到这一步 他们确实有着相同的工艺 但真正的不同 也会从这里开始显现 小哥更换鸭头 将龙须倒入其中 一根粗壮的长棍便出现在人们面前 有人又想起了几个月前的蓬化食品 这再次凸显了印度的神奇 他们能用不同的工艺制作 同样的糊糊 也能用同样的工艺 制作不一样的东西 小哥取出一批长棍 放在桌上切成小段 细长的铁丝十分锋利 但不用担心 如果操作不当 它并不会让你失去手指 反而还会多送你几根 看似失手实则得手 粉红的成品收集在篮筐中 老哥取出一段放入模具 将其压出纹路 只要将颠脚料去除 一块圆润的小饼便大功告成 这种小饼口感扎实 吃下之后口气清新 还能对肠胃来一个深度清晰 但与其内服 它最主要的用法还是外敷 毕竟这才是香皂的真正用途 有人质疑 好端端的美食 怎么突然就成了日用品 其实开头就说了 小哥们做的是不能吃的东西 白色颗粒是由椰子油制成的造粒 而凝胶是藻机 这样做出来的产品无需质检 每一位光脚小哥都能感受到成品是否细腻 这也是为什么全程看不到一滴水 万一沾湿了地板 所有员工都会原地打滑 话说回来 万一真的有人吃下 香皂和美食其实相差不大 这就是更为神奇的地方 哪怕你吃的根本不是食物 最终的成品也依旧是那副模样 如果有人说扫帚能吃 你肯定会觉得它有问题 但如果说一种美食能用来扫地 你肯定会觉得特别神奇 在印度 神奇的一幕正在上演 明明是美食 却能比扫帚扫得更加干净 老哥从深处脱出一包面粉 作为印度的餐饮从业者 他已经习惯了负重前行 身上难免背负着几条人面 他将一百斤面粉放生 正好符合一个成人的体重 用以一换衣的方式弥补了损失的功能 其中幸运的面粉会被倒入机器 更加幸运的则会直接踩在脚底 少走了十二指长的弯路 老哥开启机器 用黑色红筒倒入棕榈油 经过自来水稀释 油量消耗大大减少 食材威力大大减弱 而顾客的损耗也急剧降低 一举多的 搅拌均匀后 用铁盘收集 扣在这口更大的铁盆中统一存放 旁边这台是鸭面机 小哥将原料倒入料口 经过螺旋通道 油润的面粉便会被挤成一把细密的面条 在风中与墙壁不断摩擦 蹭掉多余的油脂 防止互相粘连 当面条在地面堆积 就说明长度达标 一把揪下挂在竹竿上拉着 这个工艺的最大问题是会碰到地板 所以和地板有过接触的末段会被去掉 重新丢回鸭面机中加工 将末段变成中段 自然就不会再碰到地板 小哥将面运到后处 他头顶蹭过面条 一头绣发被梳得更加油亮 将面转移给晾晒师傅 在他拖鞋的一梯一踹中 地板被扫得一尘不染 让这里成为了全场最干净的空间 所有面条都会经他之脚 挂在各种地方风干定型 变成一捆一捆笔直的挂面 老哥取下面条 在地上归笼整齐 转移到铁盆中 用木棍固定住四个边角 制成一个简易货架 大大增加了铁盆的储存容量 最后刮掉超长的部分 就像人的寿命 你原本可能很长 但在老哥手中 大家都短的一样 面条架好后 会放在这个地方临时存放 没有什么特殊原因 只因大家都想来改善发质 而印度蜜蜂也能过来改善伙食 这些干面最终都会进炉烘烤 烤熟之后便可打包销售 这便是印度有名的长寿面 只要面条下肚 肠胃都会瞬间清空 吃得越多 人就越瘦 吃前一百斤 吃后便五斤 如果你也爱吃面包 那一定不能错过 印度这款相当地道的烤面包 不仅能接地气 还能接脚气 看似是员工之间配合墨气 实则是将各种手颜揉搓的相当细腻 而嘴馋的顾客吃完 就全凭运气 运气好的路上吃完 运气不好的吃完上路 你可以不吃 但是一定要请你朋友吃 这是位于印度小巷中的 一家面包加工窝点 成批的原料如家居建 才般被老板随意地堆砌在垃圾堆中 给人一股水泥场的感觉 先往桶中倒入几大袋面粉 以及一大桶汽油 不对 是横河老叫 启动机器搅拌 该说不说 这里的员工居然还知道擦手 虽然这个妈不估计连细菌都显有味 但不得不说 员工们也是有一颗爱干净的心 搅拌均匀后需两位员工配合取出 从两位小伙满是泥泞的手臂不难看处 他两绝臂是准备了不少的关节岩和手岩 不过面对这么大坨的面团 仅靠他俩这点盐分肯定是不够的 所以工厂还配备了好几位员工 这个不算太苗条的白衣服小伙正在用破伤风刀片将面团切成小块 好消息是小伙是有戴手套的 坏消息是小编看走眼了 他不仅没戴 而且上面的营养物质不是一般的浑厚 带其均匀的裹上小伙独有的生物盐分后 还需扔给负责下一道工序的资历老颜工 毕竟盐分再多还是没有蛋白质来的实际 而老颜工的好处就是可以提供充足盐分的同时 还富含各种角质蛋白和死皮营养等 工厂还提供不同形状的有秀模具工顾客挑选 胃口小的可以选择小一点的模具 胃口大的当然也可以选择大一点的模具 反正结局都是得靠运气 最后在网面团里塞进一大块冬瓜糖 来增加甜味 以免顾客一入口就开始遭罪 接着便可放入这个像电梯一样的烤箱 作为工厂最像样的门面 从干净程度不难看出 老板还是知道其重要性 面包烤好后 还需用斜刷往面包上刷一层印度神油 该说不说 刷完油后的面包是真的赠光瓦亮 相当有胃口 至于随手扔在桌面上 则是补充抑制生命的细菌 也就是乙生菌 那么对于这么一份干净又卫生的面包 如果抛开大爷的手言不谈 相信你肯定是会想请你朋友尝尝 这不是在搅猪时 也不是在活水泥 而是在制作油炸莲藕条 小店位于印度拉西布拉姆邦的拉西二路 如果你刚好在 可以请你朋友吃一份 让他闭上双眼享受 张开第三只眼 独自承受 将莲藕从袋中取出 干脆的莲藕已经没有了水分 这种橙色已经失去市场 而油炸让其丢失原形 又能耗一波顾客羊毛 老鼠端坐在地上 用破伤风之刀切割藕条 切成小条的莲藕 刮落一旁的包将蛇皮带上 莲藕处淤泥而染横河泥 带着浓郁的本地泥土气息 如何才能将这种独特风味维持 只有不做清洗 直接将切好的藕条放在篮子里 等待后续制作 面粉糊呆在饱经风霜的爆浆大锅中 撒入茴香 辣椒粉 洗洗手 锅中瞬间呈现出浪漫色泽 继续加入白砂糖 倒入苏打粉将右手伸进桶中 做着掏脚动作 搅拾工作 掏实本能 不断地搅拌 锅中食材逐渐变得淡黄 而一旁的墙体也更加入味 以屁股为之点 旋转着身体 抓起一坨坨面糊 往身后的藕条锅中送去 用手浇上几手浑浊的清水 继续用右手搅拌 让每一根藕条都能裹上面粉 让其身上的泥土气息得到保护 准备好两锅石油 将黏糊糊的藕条往锅中送去 很快锅就见底 老板用手在油锅表面倾听点水 一不小心就会变成油炸提子 浇入更多食油 任由其自有油炸 两分半钟后 藕条已经变得金黄酥脆 便可以将其捞出 油炸后的藕条组成了锅的形状 真是作孽 还不如烂腻腻 小店同时还会制作一些油饼 将面团放在锅底中暗柔铺开 随后将其扔进锅中油炸 炸至其金黄便可以出锅 只要来到这家小店 绝对饿不到你 只要你吃了他家食品 绝对没机会来吃第二次 人生就是如此 很多东西都是人生的匆匆过客 如果你纠缠不清 那后果就像独自承受的第三只眼 泪流不止 这不是春天的繁祖现象 而是印度的雪糕制造现场 全程纯手工制作 雪糕在机器上螺旋转动 吃完你如马赫环般窜动 你可以不吃 但不能不请你朋友吃 地上挖一个洞 取来一块空心铁罐 倒扣在洞中 将脚边的冰块扔进罐子中 反正吃不到冰块 脏点也无伤大雅 取出小飞棍 对着罐内冰块一顿猛挫 将其塞满后 封好罐口 将其运到街边 架在桌子上后 不用进行清洗 保留元素周期表的气息 一旁的小哥不断转动 老板则拿着一块香蕉 粘满整块铁罐表面 香蕉做梦也想不到 自己居然是被磨磨的 再偷偷摸摸 从桌底装出上火牛奶 倒在罐子上 细心的朋友可能已经发现 老板竟然戴上了手套 戴在左手是对食材的尊重 不戴右手是对顾客的负责 实现了自我内心的平衡 继续倒入紫色糖浆 有朋友问 若不小心沾上飞行顾客怎么办 能怎么办 肯定得加钱 小本生意赠送肉蛋白 口感好比葡萄干 吃到你就偷着了 加入各种色素后 开始加入纯天然的水果汁 挤入菠萝汁 橙汁 果然不带手套的手材好办事 汁水透过指缝落入罐子上 又带来了熟悉的印度风味 而这完全不够 直接用手在罐子表面疯狂摩擦 了不再多有手就行 水不再轻 横河则灵 继续加入各种横河原浆后 铁罐上一遍的五彩斑斓 让人看到七色光的灿烂 也感受到厕所光的黑暗 在印度买吃的你想要什么味道都有 你说要橘子味 他就说加了橘子 你说要香蕉味 他就说加了香蕉 你说要马沙拉味 他就会说待会 我去一下洗手间 最后只需取出小碗 用小刀对雪糕一挂 味道层次丰富的雪糕 便会拉入碗中 你吃到的可能是雪糕 但是味道肯定是有秀的味道 给你爱喝珍珠奶茶的朋友看 他一定会对你说 我真的会泻 这是印度拉库里拉市区著名的拉西奶茶 光听名字就能让人如沐春风 身理其境 这种奶茶纯手搅圆汤 光看外形就让你血脉纷张 一杯醒肠味 两杯丝骨香 下面跟随记者的镜头 一起看看他的制作过程 从包浆浓厚的瓦罐中取出精酿横河水 取自横河中下游 富含多种人体发育所无需的重金属元素 是制作这种拉西奶茶的关键原料 随后往坛子中加入盐巴 引来飞行顾客在一旁驻足观望 随后从祖传钛和金融器中 舀出黄色粉末 坛鱼中的颜色看起来比较清淡 但你要知道清淡在印度就是扯淡 不信你接着往下看 老叔抄起包浆棍开始搓揉搅拌 将坛鱼中的清淡打成稀烂 看上去还是很淡 继续加入几勺黄粉 接着继续搅拌 手心泥在地心引力的作用下落入坛鱼中 相当于加一些彩头 顾客吃完就会拉到骨头 再补充点横河水就算大功告成 万人杯不用洗 用右手抓入椰中 盐巴 拿出最灵活的食指与大拇指将柠檬夹住 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挤出汁水 汁水流过指尖落入杯中 那种手盐的味道会让你终身难忘 只能意会 无法言传 随后搞来一盆绿色汤水 根据官方消息透露 绿色的汁水有可能是用佛鹅的调配而成 但各位摊主都三间其口 对此不做任何解释 最后倒入调制好的黄色奶茶 不要在意桌面上厚厚的黄汤 老叔表示 如果你敢喝的话 比杯中的奶茶还要香 喝完就能外受无疆 打杀四方 最后撒上马沙拉 专业又闲熟的动作 看的人非常减压 喝一杯提味醒肠 两杯永不停息 三杯长蹲不起 当你朋友在越南 想要来一份正宗的抹茶火锅 但没改上 今天这份抹茶不正宗 颜色更加暗黄 味道更加浓郁 但只要还没落地 都算在抹茶范畴 取来一只牛味 不需要多余清洗 主打原汁原味 扯开抹茶球的外皮 浓郁的暗黄抹茶喷涌而出 吸的汇聚在盘底 食的残留在外皮 不一样的状态 一样的耐人寻味 用刀窃下一块 放进一旁锅中清水里 不用担心它要清洗 因为它是准备煮汤 将结实的抹茶切碎 使其更容易出味 喝完也更快沉睡 随后将盘中的所有食材 倒入锅中 锅底缓缓如动的食材 就好像某些世界美食的缩影 不怎么好看 还怕别人抢来吃 或许也就他自己养的中全爱吃 网锅中加入香茅辣椒 蒜头等调味料 并不能去腥 只能提香 所以加不加都无关紧要 只需小火慢煮半个小时 锅中的清水变成浓汁 散发出恶劣的抹茶气息 将其中一块牛肚捞出 放在小木炖上切开 当我还在困惑 为什么要切开的时候 一壶抹茶一泻千里 原来是牛肚里 还隐藏着诱人的抹茶浓汁 对于美食专家而言 不管美食隐藏在哪里 都能被发觉 继续放回锅中熬煮 准备好一碗辣椒酱 开始品尝抹茶火锅 加起一块牛肚 沾上辣椒酱就往嘴里送去 毛肚在嘴中化开 抹茶味道逐渐散开 看得粉丝们都裂开 老表一口一口的品尝中 天色也暗了下来 或许是天色暗 又或许是老表的眼暗 不管是什么暗 吃完都走向无尽的黑暗 新鲜的抹茶汤 取自世间百草 喝一口消炎结表 两口润肠通便 但是眼前的老表 似乎已经没有了喝汤的机会 在吃完一口口的牛肚后 已经感觉浑身轻盈 如智仙境 忽而如见天仙起舞 忽而如见风鸾崩塌 一切都是幻觉 又不似幻觉 如果你跟高启强一样 喜欢吃鱼 那一定不能错过 印度的老沫炸鱼 请你朋友吃老沫炸鱼 吃完迎接人生大结局 要问印度鱼怎么做才好吃 那一定是马沙拉炸鱼 但要问吃完 就能在马桶上狂飙的鱼 那非得是这家老沫炸鱼不可 这条鱼去世时间不超过两个月 非常新鲜 老沫用刀鲨鱼 看似是人在鲨鱼 其实是鱼要杀人 鲨鱼用的案板展现出 30年的浑厚包浆 从手机里也能散发出事去的腐烂气息 但可以让你朋友放心吃 该有的清洗的步骤 一个都不会有 接着开始清洗墨鱼 鱼肚子里怎么会有只鞋垫 难道这条鱼也有狡气 直接徒手将鱼一分为二 老沫的手也被污染了 略显驱黑 但不管是手黑还是鱼黑 吃完眼前也是黑 鱼放入洁净而污浊的水中清洗 这个步骤看似在洗鱼 老沫表示 他主要是洗手 顺便用水把鱼腌制入味 增加横和稀有元素 接着将鱼放进马沙拉浓浆里腌制 用马沙拉酱的好处 就在于它能扰乱你的味觉 掩盖鱼身上的臭味 真正做到杀人鱼无形 元素老锅中冒起浓烟 赶快把鱼丢进去 鱼只需经过十分钟左右的炸之后 连锅一起扔掉 不好意思 开个玩笑 炸至极金黄酥脆便可以出锅 再转移至小盘中 看到这里 有朋友肯定想问 为什么不直接装盘呢 老沫表示 有两个事情需要告知 好消息是鱼没有炸糊 勉强能吃 坏消息是手套用完了 但我觉得老沫媳妇应该是想过一个手眼 徒手摸一摸 表示对食材最后的尊重 虽然炸鱼不好吃 但商家态度诚恳 用提前告知的方式 可以道德绑架这些胆大妄为的客人前来消费 我问老沫如果吃出问题怎么办 老沫表示 还能怎么办 风风光光给他办 非常人性化 点个关注点个赞 风风光光给你办 如果你也爱吃三明治 那你一定不能错过印度街边的油炸三明治 保证你吃一份三明治 局部从此失去控制 吃两份三明治 连医生表示都无能为力 吃三份三明治 来是在嘴馋请多注意 虽然印度三明治的侧重点在于治 但好在用料足够绿色 吃完后你就能得到一份各项指标都良好的死亡证明 你若不敢吃 可请好友吃 话说这是位于印度的窜息依旧想吃街区的一家三明治快餐店 店铺有两名资历老员工组成 很明显这个锅的资历应该更老 从上面的包浆程度不难看住 这起码也是祖宗级辈分的 所以哪怕两位小伙的手艺再差 带有仙人留下来的秘质元素垫底 就算它难吃 肯定也是不会难吃到哪去 当然跟好吃肯定也是沾不上面的 而三明治的做法也是很有讲究的 虽然这干糊糊状的馅料看着很诱惑 但其实没什么特别的 也就是有土豆 树叶以及马沙拉混合而成的 而这道美食的关键所在就在于手 唯有这样360度无死角抚摸几压 才能将指尖营养和手盐完美加入其中 接着用破伤风铁齿将其切成两半 刚想说老板的刀工真精湛 将三明治泻的如此整齐好看 没想到小伙匆匆浴纸上面 做的美甲更加星光璀璨 不过就算再怎么好看 老板还是会在糊糊中尽情搅拌 带其裹上一层厚厚的金黄色 便可放入锅中油炸 其实也是有顾客问过老板 这个锅上面不是有锈了吗 为什么不换一个新的呢 老板却对此表示难道我的顾客就不有锈吗 有锈的顾客配有锈的活呢 是相当合适啊 该说不说老板的理虽然很歪 但的确有那么一丝道理 但其颜色呈现金黄色 也就意味着三明治已经吸收了足量的维生素 到这里油炸三明治就基本大功告成了 老板应该也是知道今天食材的威力 所以为了帮助顾客减轻一下消化负担 还需用破伤风铁齿将其切成小块 最后再配上顿顿都少不了的玛莎拉 今天的便餐就正是完工了 那么对于此等美食 如果抛开卫生不谈 相信你肯定是会想请你朋友尝尝 请你朋友吃一份抹茶凉粉 食材取自新鲜的抹茶大肠 纯天然 无污染 越南老表不生产美食 只做美食的搬运工 送你抵达人生终点站 一头牛的可食用部位有很多 但最诱人的非抹茶大肠莫属 取出牛肠放在篮子里简单整理 千万不要破坏它的原生状态 自动爆炸虽然好看 但出口排出更显解压 随着老哥对大肠的按摩 一缕暗黄色的抹茶流出 透过篮子过滤入盘中 黄色肯定不是抹茶该有的状态 只是先排出来的抹茶 已经走到了大肠的末端 只差一步就能走完程序降生 而越南老表们抢先一步 将其当成美食 如果晚了一步 食材也不再是食材 而后面出来的抹茶 明显的更绿一些 准备好了食材 那怎么才能做出一份 美味的抹茶凉粉呢 切碎一只牛肺 放入大锅中翻炒 低端的食材 也只需简单的烹饪手法 随机捡起一根竹棍 就能充当锅铲 倒入 刚刚从大肠中取出的抹茶 被清水稀释了颜色 但是稀释不了它的成分与味道 再倒入一盘面粉糊 可以让其变得低弹 防止抹茶果冻变成抹茶奶茶 虽然喝完都是一样的飞升结局 但是却是不一样的口感 越南品尝美食就像人生一样 只体验当下感受 不考虑将来结局 所以很多老表刚体验完美食 人生就到大结局 熬煮两个半小时 天色也暗了下来 锅中的抹茶 明显粘稠了许多 散发出甚人的绿光 加入绿化带 一盘取经得道的马沙拉 吃完继续去西天取 不断搅拌暗涌出各种颜色 继续加入盐巴搅拌 此时你是否觉得眼睛有些模糊 这是正常现象 吃完症状会更加明显 将其盛出小碗中 有多少个人盛多少碗 不放过任何一位幸存者 真正做到有福同享 有难同当 当然我指的是后者 吃着牛肉 尝着抹茶凉粉 幸福不过如此简单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